這個湯怎麼樣 你們要不要聽黃小虎唱歌 你唱就沒那麼簡單對不對 沒那麼簡單 沒那麼簡單 你看笑不笑 我們現在在一間叫做東方茶飲室的餐廳 我覺得這間餐廳大概是這附近的明燈 因為一路開過來都暗蒙蒙 所以如果有莎莉亞可以考慮叫車來這邊吃 很多人在示範大家看一下 剛才跟老闆娘聊天啊 我覺得這邊好酷喔 他說這邊賣白色的啤酒是犯法的 所以只能賣黑色的啤酒 如果要白色的啤酒啊 是比較難取得的 我覺得這件事情是蠻酷的 所以在這邊只有黑啤酒喝 而且一般的店還沒有 就這種比較中式的才有 回教國家不能喝酒 我們吃飽了 這餐總共吃了1比160塊馬幣 大約就是台幣1000出頭吧 差不多吧 我們的食神還病菸菸還沒好 你住香可以啊 真的可以來這邊吃 我覺得算是 如果我們四個人在飯店吃啊 沒有個兩三千塊 就沒辦法解決了 然後後面還有一個超市 還可以順便逛一下再回飯店 飯多少錢? 快飯 10斤 而且啊 這個超市是 華人的超市 講中文的 非常方便 我喜歡喝它 巴勒 你喜歡喝什麼? 巴勒 這邊 它是現在拿果汁 所以媽咪不會阻止我不能喝 這間香格里拉 是我近期以來 我覺得 我吃 最豐盛的飯店的早餐 它每一桌都還有白色的果醬耶 雖然我不能吃果醬 可是你就會覺得它是一個很精緻 然後它的餐點的種類 非常豐富 日式 韓式 中式 也有馬來菜 然後還有一些印度的咖哩啊 所以 真的非常非常的豐盛 吃完 你覺得它這個湯怎麼樣 你們要不要聽黃小虎唱歌 你上去沒那麼簡單對不對 沒那麼簡單 沒那麼簡單 你看 我們準備要去飯店的海邊 然後我今天很榮幸跟黃小虎一起去 然後這間飯店啊 其實我後來還知道啦 整個沙巴是很大的 雅皮啊 就好像新北市的板橋 它是比較熱鬧一點的 這邊是斗雅蘭 這比較一個更為休閒 比較一個 稍微比較慢開發的地方 它有點比較接近 像是巴黎那種感覺 就是正在開發 可是就是稍微 休閒一點 十一點有水的運動 十一點半 用紙的遊戲 四點 有一個家庭的遊戲 五點 有一個 排球比賽 現在飯店人員啊 在帶水上的運動 我覺得這樣子真的很不錯 而且很有趣 就是讓你還可以來游泳吃 不會這麼無聊 你現在吃飯要付錢了對不對 現在以前吃早餐都不用付錢 現在吃早餐要付錢 對 Yoyo你是小朋友嗎 對 為什麼 因為我 因為你吃早餐沒 因為你吃早餐沒付錢對不對 對 這間飯店啊 就是在六歲以下的小朋友 是不用付早餐 我兒子剛好六歲 他今天早上很開心 吃早餐不用付錢 我們現在走到一個很像小朋友玩的地方 這個就是兒童樂園 一夜的時間從八點到十點 所以 超美啊 其實他們來度假 有時候蠻習慣把小朋友帶給 就是給這些Kids Club 這樣子感覺你在度假的時候會比較輕鬆 不過我兩個小孩現在有點太大了 他們比較不適合這邊 這邊還有一個網球場 蠻標準的沒有人 我覺得這間飯店啊 如果你有六歲以下小朋友 又放心交給服務人員的話 其實來這邊是非常不錯 通常這部分都要是有一點費用的啊 可是也不會太高 新店菜林 我叫新店菜林 你居然敢抬頭 我又沒叫新店黃小虎 你不是新店黃小虎嗎 我們現在在海灘吃我們的中餐 因為其實我們不太常在飯店吃東西啊 就是畢竟他 而且這家又特別的貴 可是真的太不方便了 出去啊要蠻遠的 天晚上我們就在附近找了一間餐廳 比較便宜的吃 現在大概兩點多吧 我們打算等一下吃完中 在海灘上面玩一玩 也許再去同一間飯店 另外一個體系的Ocean的游泳池玩一下 黃小虎在吃這個 是他自己特製的 因為我老公不要連把那邊拿走 請你照這邊 他把這邊拿走 這個肉是我要吃的 這個披薩是給小朋友吃的 可是小朋友喔 剛才他們在玩沙 所以去洗澡啊 薯條跟凱撒沙拉 點了三樣啦 因為其實還不便宜 就吃三樣 然後晚上再來想辦法吃飽一點 往Ocean Wine 我後面是Ocean的飯店 可以看出來這邊是比較新一點 因為Garden那邊有個滑水道 小一隻應該比較愛 然後大家可以看一下 大小是兩邊的游泳池啊 大小是差不多的 只是這邊沒有滑水道 這邊是Ocean 這邊是Garden 我們剛從Ocean的游泳池走過來 然後我們發現這邊可以玩催泳 我新了 我們要離開沙利亞香格里拉 整體來說啊 這間酒店啊 是非常不錯的酒店 它比較可惜的是 第一個啊 它的海岸線是離 就是離飯店比較遠的 我們都還沒有走到海岸過去 因為老實講啊 它的海邊啊 是看起來不是那種很藍 你會很想走過去 昨天我們原本 晚上要走過去 可是在一半 他們就在玩殺了 這一次來啊 運氣比較不好 就是 沒有夕陽 夕陽這種東西 就是要天時地利人和 所以 這次沒有排到任何的夕陽 再來它的缺點啊 還有就是 它的 蚊蚊真的比較多 我已經被咬了 你有沒有被咬 忘記戴眼鏡了 要戴一下 然後 因為我們 通常我們住這種度假村啊 我們都是住 SPG體系的比較多 這算是第一次我們住 不是住 SPG的度假村 整體而言呢 就是說 它的服務其實是非常好的 香格里拉體系啊 我們住過 台南香格里拉 泰國的香格里拉 這是我們第一次 住馬來西亞的香格里拉 它感覺上 它的人員服務是非常好的 看到你真的是非常親切 不會輸SPG 可是 可惜的就是說 我們剛進來的時候 他們 它明明有中文的目錄 可是沒有給我們 所以我們不知道 他們這邊有什麼好玩的 可以跟它主動 索取啊 那些就是中文的目錄 這樣子啊 你在旅遊的時候 會比較方便 然後來這間飯店啊 理論上 你就不要想再出去 轎車啊 各方面是非常不方便 而且你如果來住這邊 你就想好好待在這邊 待個兩天 我覺得住個兩碗 住個一碗太少啦 住個兩碗 好好享受飯店的設備 好好度個假 這樣才是最棒的選擇 如果你選擇這間飯店的話 今天影片已經結束了 如果你喜歡老爸的影片 你要訂閱分享按讚 好媽咪姐姐 掰掰 友好 I want you for myself every single day